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 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NATCHAN 馬膽 每個賽馬日我都會選擇兩場賽事 每場賽事選一隻馬膽和幾隻配腳 給大家參考一下 是不是大家熟悉這個頻道都知道 我還沒選擇兩隻馬膽 當然要先回顧上次賽事提供的心緒 這些是無論中還是不中都會回顧的 很均真 上次八進巨星博一博 擺明是博扭了 結果就想錯了 如果大家當日記得我 把馬膽說什麼八進巨星 希望環月風彩、天竺貓、左眼望 右眼望望兩隻不放 然後兩隻戶頂之下 八進巨星一攝攝 誰知道原來不是 原來是高冬妮無偉傑 高冬妮那隻柳澤、天竺貓輕鬆 跟頂位之後 八進巨星做遮擋 這些配合在哪裡找 結果博扭了 第六場 精算步雪 輕鬆贏馬 貼精算步雪 不是最厲害的 那段片 如果大家有聽過這場 我是重複多次 或者重複一次 說了一次 標壇精英不是太厲害的 他一當 忠逸禮才勉強選 不是太厲害 贏完兩場之後 盡量了 結果 跑適合給你看 沒有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沒有了 對我來說很簡單 即是馬 你暫時在這刻 好了 兩隻NATCHEN冷腳 PATREON獨家的NATCHEN冷腳 中華威威6.6倍跑第三 皇帝英明13倍跑第一 這些PATREON獨家的冷腳 一會兒我可以介紹PATREON的服務 大家一定要洗耳恭廷 好了 今次賽事終於出現高出賽要馬 分別有第三場的鴻海風髮 以及第六場的包裝英明 事不宜遲 講講明天賽事 兩個馬膽 第一隻馬膽選第四場 第四場馬膽 我選擇 1號的十二神像 其實很不正勞 這隻馬有很多挑剔 星期六選擇大熱 蘇維然打一搭不算厲害 潘頓又繼續熱滿 星期六 又增情 又增榜 這隻馬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原因 你可以不買這隻馬 但是 說實話 上映章真的厲害 千度米 當日 彎前貼藍比較好 但這些就是 典型的快步速 蓋過場地形勢的情況 簡單來說 彎前貼藍可能中理 彎前二答 就少至中蝕 但他大賺了快步速 大賺了快步速 大賺了快步速 他也是賺的 但贏了輕鬆 加分不多 這次真情 這次也是剛才的決定 你再重複聽一次 但始終也有個異檔 潘頓要輸 不是不能輸的 但是 他要落力一點 因為他走位 就不會太QK 應該異檔 可能是直路 難道只是站起來 看腳什麼事 不知道 但是 正正路路的馬 應該會在前列 找他做馬膽 配腳選擇 第一隻選擇 2號的鐵三角 上場就艾杜達放回來 跑第二輸了一隻 都是很有信心的 加非凡 兩隻都有信心 上次都非常熟 這次換了一個 湯普森 含淚拖住 勉強拖住 第二三隻配腳 就選擇 6號龍船快 和10號 6號龍船快 和10號領航宇宙 這兩隻上次都是同一場 龍船快跑第二 領航宇宙跑第四 這場水準可以 當然兩隻都有賺 兩隻都有賺 彎前貼爛 但是步速都是稍稍偏快 但是兩隻都有賺彎前貼爛 兩隻都很近 但是步速是稍稍偏快 所以兩隻我都拖一拖 當然龍船快沒有到周進諾 這裏要打折扣 梁家俊 不是梁家俊比周進諾差很多 只不過是 你周進諾始終是兩磅 還有一隻領航宇宙 應該都是何明年 要拖 第四隻配具 選擇11號毫寶 我講過很多次 這些馬 分子都放在這裏 完全是準備好 第一幾時動手 一號十二神像 配個選擇 2號鐵三角 6號龍船快 10號領航宇宙 和11號毫寶 在未講第二個詳詞之前 講一下我的兩種 WhatsApp臨場的收費計劃 和一個賽前的Patreon 首先講一下 臨場的收費計劃 臨場收費計劃 首先有 例如參考臨場分星 今晚 今晚 因為是星期六 跑馬 星期五 也不太多時間 所以今晚 可能有四至五場 隔夜冷人包 有首選次選 複選 明天到11點左右 全夜的冷人包 首選次選 複選 明天到每一場賽事 開賽前六至七分鐘 就有最後的首選次選 複選 講一下馬步飛 講一下場地形勢 還有我的投注建議 例如這場 皇帝英明 常教 兩隻膽 虎湯三隻 皇帝英明 拖金國雲 上教 王帝英明 金國雲 智聖功雷 這些就是臨場賽事 這場賽事 當然這場賽事不是更帥 這場賽事不是更帥 這場賽事不是更帥 我還買了皇帝英明 和常教 所以那場賽事更帥 我免得更帥 這些就是臨場的投注建議 為何是皇帝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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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賽事已經解釋了 現在我已經開放了一段錄音 大家可以聽聽 為何要上教 因為馬步飛蟲 臨場才知道 好 臨場分析也有進階的服務 就是星水馬步的通知 如果大家有聽到 都知道是甚麼 但我不說太多了 總之是說 當日有九場賽事 九場賽事 就是八口孖寶 八口孖寶 用星水馬步的投注策略 我中了三個孖寶 和一個毒贏 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當日 每一次賽事 中了一個孖寶 加一個毒贏 或者一個孖寶 才算 基本上那天 你是打和 或者只是輸少少 如果當日 例如剛剛星期三 中了三個孖寶 和一個毒贏 基本上那天 剛剛星期三天 我是中至大勝 因為三個孖寶 是很厲害的事情 最後一個孖寶 是星水66.7% 智取神區 WIN 73.5% 美利賓慈 WIN 4.425元 二川一 乘在一起 是30.87倍 沒有安慰獎 你要兩隻WIN 但孖寶 是派51.45倍 就算 美利賓慈跑第二 也有安慰獎授 所以 這個孖寶 是星水66.7% 所以令到 爆炸性這麼強勁 智取神區 未來賓慈 7.35倍 和4.2倍 竟然爆到一個 51.45倍 就是星水孖寶 的爆炸力 有興趣 可以經過Facebook Youtube 或WhatsApp 去聯絡我 去拿一些關於 臨場分析的訊息 但未必 臨場 星水孖寶 未必個人對 因為要臨場操作 可能是星水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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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力會員 極力會員 純支持足球股票 免責聲明 和娛樂冷卻 獨家分享 即是中華YY 黃帝英明 就是這些 Patreon的極力會員 極力會員 純支持足球股票 股票免責聲明 如果有冷卻獨家分享 以及所有場次 所有馬不計馬分數 都會放上極力會員欄 譬如當天 大陸場一大陸場 我都是拿出馬膽 你見我拍的時候 口風都是說 標行政經不是那麼厲害 結果 精算步說第一 第二第三 就是第二第三名高分的馬 方堂武士 動日升 方堂武士動日升 就是跑第二第三 所以這個三龍彩 如果只有三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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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基本上都在中 好了 講完這些 Whatsapp 臨場分析 以及賽前的Patreon 就講一下 第二個場次 第二個場次 第七場 第七場 馬膽我選了六號的快錢 這隻馬很深刻印象 上次的馬寶 也是重度贏的 所以非常非常興奮 上次這隻馬 當日場地 我覺得稍稍利跟前 不是太少利跟前 但是這場 非常之快的步速 所以他在一個快步速之下 又不用跟太田扯爆 這個位置合適 沒有什麼站 沒有什麼蝕 但是回到贏 都具有說服力 這隻馬 這次升班 只加了六分 如果我記錯 只加了六分 升班 但是檔位 你說黎迪一檔 是不是有時候 是否很差 可能是 但是希望快錢出閘 就好少少 就不用 如果等到那麼後 就吃力吃力吃力 就不用跑 如果早出閘是好的話 這隻馬應該都是 叫糊的 艾杜達首風近排 也非常之好 所以找他做馬膽 配腳 繼續選四隻 因為星期六賽馬 實在太亂 什麼都選 第一隻配腳 選一號 黃腳立 級數一定高 縮程也不是不行 十二檔也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黃志環 那就拖一拖 第二隻配腳 選四號 全龍區 是有能力的馬 他贏 我也說錯 東明朗贏這場 贏的馬 不是開玩笑的 贏包裝百樂 自然不生 美影烈飛 但是之後不是這樣 跑得回 看看潘頓繼續摸著 會不會有更好的表現 第三隻配腳 選一號 升龍區 上次公數 其實不算太頑 有一些走勢 輸給精算捕捉這場 不算太頑 來來地 試一試身出路 暗牌馬 拖拖為謹慎 第四隻配腳 選十二號 花國後 前一場 跑第四 也不是太頑 蔡明紹 他在裡面 涉涉上來 跑到第四 現在 相比那場 減了兩分 轉了中逸禮 減了五磅 實不當 沒什麼所謂 後上馬 飛到進外衝 沒什麼所謂 試完這些 反正都有賠率 所以這場 馬馬膽六號 快錢 配角選擇 一號黃腳立 四號全龍區 十一號升龍區 十二號花國後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還有分析 還可以告訴我 讚我 和分享影片 給朋友觀看 宣傳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還沒見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簡單支持我 都在下面留言 留給姐姐 朋友都相當高興 大家留言 回覆多點 Youtube就會知道 我一個非常之多的頻道 他就會分拍我的影片 給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令到Youtube上升 除了微博 廣告收入 再增加少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 希望大家和Youtube頻道 這張談賽碼 主要做一些直播節目 即場中國投注分析 可以馬直播 美場直播 蔡銘港 直播記錄等等 還有 你現在看的 兩個頻道 可以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鈴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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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